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张家界公务段陆基车间张家界维员工区工长正回归 因为我是97年的这个名字是也特别好记97年香港回归 我们是负责交流铁路沿线150多公里192多山头的这个搜山扫尸任务 武林山脉山石这个比较多 丛林茂盛 然后山体的受风化雨水冲刷的这个影响 都会存在一些这个微炎落石的这种隐患 它就会对列车用行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 像咱们这里就可以看到这座山的话 因为它距离这个铁路也比较近 我们正常的这种作业就是要绕到山上 到山上进行这个微石的搜查 再去制定相对应的这个微石排出的计划 我们今天上去的时候这个也是比较陡的 好多地方完全要依靠这个人力去爬这个贴着这个岩石的面去行走 特别的困难 就像我这个衣服上 这里到处都是挂的这个这个洞 然后手上也这个伤啊什么的 这都是些平常工作中特别特别普遍的一个山小 当然我们对我们这种工作性质的作业人员来讲 这些伤其实也都不算是伤很常见的很普通的 我们需要寻找这些松动微石 灵芯的孤食 然后还有一些因为这个长时间的风化 风吹日晒雨淋 这种延时开裂的裂缝比较大的 我们就会去带相应的工具去把它进行一个破碎排除 如果说我们自己工区能力范围有限 搞不了这个体积较大的时候 我们就会将这个问题上报至车间科室 然后采取这个相对应的工程措施 去对这个山体的这个威严进行一个加固处理 上山特别难 我们这个是要挂着安全带 安全绳 像我这个就身上挂着 挂着这个安全绳 随时随地 安全绳 安全带 上山的话 这个高度边缝我们是一定要用得到的 爬山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一些比较惊险的事情 尤其是夏季这个蛇虫都特别的多 我们的现场防护那个防护包里 常被蛇药 点符 酒精 棉签 如果在没有路的情况下 我们首先开辟道路 在这个用输工具方面还是比较困难的 如果在那个满足条件下 我们会可以采用人去扛 一个人扛或者两个人抬 但是没有这个条件 像比如一个人走的地方都不太好走 那我就只能采用这个安全绳去把攻击具 从这个抖壁上 就挂这个安全的安全绳往下 下检查这个山体的微石的时候 也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作业 因为它这个抖壁几乎是90度垂直的 一般人他没得这个胆量还是下不去的 我们上山扫食的这个队伍 一般都有11个人左右 年龄最小的也今年的话 也算是25岁 年龄最大的师傅可能有59岁 我们工区的话也属于这个流动性 比较大的一个工区 因为这个管辖范围比较广 基本上时间久的话 也就两个月搬一次家 时间快的话可能一个月就要搬一次 我们这个工作性质 对这个危言处理之后 也就可以消除这种崩塌落实的 这种隐患这种风险 所以说既然在这个岗位 干一行 爱一行 认真工作 认真负责 把这个工作干好 一直干下去